你的眼睛流血了 形容當時死了的姐姐的意外場景 影響 鬼同你录音機,信不信由你 歡迎收看又零開始 也是我阿キャン和我的拍檔阿MAT 跟大家見面的 開始之前記得要追蹤臉臺 訂閱我們的YouTube 每星期上來錄一錄 記得星期一的領身領事去四點二台看我們由零開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前世今生 又或者信不信靈魂轉世呢 今天我和Mac就準備了一些東方和西方對於靈魂轉世的說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Mac 其實現在這個社會普遍在東方和西方都會有人接受到靈魂轉世 但其實以前是未必的 為什麼是以前呢 因為我反而會認為現在的人比較喜歡用科學來解釋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應該是以前應該接受多些反而現在是不接受多些的 可能正因為現在的人比較喜歡用科學去解釋 所以有些東西他們都認為我們有辦法去解釋 而在以前的人可能被宗教的信仰捆綁著自己的思想 那就未必肯去接受靈魂轉世這件事 那也是的 因為有不同的宗教背景 有一些東西如果你不是在聖經或宗教上的古典告訴你 而你認為是另一件東西的話 有可能你要是被人逐漸出去的村子 或者甚至乎有仇殺 即是好像你以前有些witchcraft 這些類似的東西 那我稍後說的故事是未去到仇殺更不重的 只不過可能不是太統計你的說法 我個人的故事其實是發生在英國 尤其是英國是一個宗教上比較重的國家 無論現在還是有些少 這對夫婦亦都是天主教徒 這件事發生在四十年代 這對夫婦是天主教徒 他們在四十年代後生了家人第一個女兒 雖然他們雖然相隔了五年 但其實他們的生活都很好 姐姐也很照顧母妹 感情很好 然後他們父母因為要出去賺食 很少陪到他們的子女 他們也做一些配送的工作 手停口停 所以一定很努力工作 然後到了姐姐十一歲 妹妹六歲的時候 他們跟一個朋友去教堂玩 很不幸地發生了一場交通的意外 令到姐姐妹妹當初就喪生 而另一個朋友在送遣途中就死了 這件事不是一個意外 這件事基本上是一個蓄意謀殺 那輛車的女司機因為在法庭上輸了撫養權 所以她吃了藥 準備去自殺 在駕駛途中發現有三個很可愛的小朋友 她覺得為何他們家長可以撫養他們 而我不可以 她突然撞死他們 當然這位女司機就送到精神病院 最後這件事對他們家人來說是非常大的打擊 她爸爸一直都覺得 在發夢的時候會看到兩個女兒 會回來找他們 她爸爸是很相信有另外一個最新的東西 一直跟她媽媽說 她媽媽因為天主教徒不信任意 她覺得到中間基本上他們有些吵架、磨擦 她媽媽是離婚的 當然他們一對夫婦收補關係 沒有多久之後又開始壞人了 她媽媽驗的時候是一個一包胎 醫生說是做產檢的事 去到臨山 醫生才發現是一個雙包胎 生了出來之後 他們開始發現有些奇怪的事情 她媽媽一天就聽到她們兩個女兒在這裏說 你這隻眼都流血了 形容當時死了的姐姐的意外場景 可能她爸爸媽媽就覺得 會不會是巧合 接著沒多久她們這兩個姊妹就決定 想買一個玩具 買一個公仔 罵媽媽買 公仔只是很平常 她就形容她給媽媽聽 我們要怎樣的公仔 怎樣怎樣的樣子 她媽媽一聽 這個名字是以前我死了的兩個女兒 最喜歡玩的公仔 之後她買回來給她們 這個媽媽就決定把這兩個公仔命名 她就給一個 這個叫Mary給你的 這個叫Christy給我的 她媽媽更加震驚 的確Mary就是給姐姐的一個公仔 而Christy就是她妹妹的一個公仔 即是當年死去的兩姐妹 都有買過同一個公仔 還要同一個名字 還要分開同一個人 她就非常震驚 這件事可能仍然是下課 但到了有一天 她們家決定裝修 要油油 她爸爸找回一件衣服 即是舊衣服 找回一件衣服 然後兩個媽媽就問爸爸 為何你穿著媽媽出去做的衣服 爸爸就當時呆了 因為第一 他們生了這對寶寶之後 已經沒有再去做 她們以前出去做配送的工作 而這件衣服就是她媽媽以前穿 出去配送的工作服 所以她們是沒有可能知道 這件衣服是屬於她媽媽的 是 完全沒有可能知道 到後來這件事就報道了出來 然後就有一個叫Stevenson的教授 精神學科教授 去訪問她們這對家庭 在小時候他們記錄了她們說什麼 她大約20歲左右 再訪問這對媽媽 她們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再去第三次訪問 她們更加忘記了她們曾經跟爸爸媽媽說過這件事 究竟為何會這樣呢 我們先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繼續 幼靈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幼靈 讓我和Kent和Mac 和大家繼續分享一下 前世今生靈魂轉世的一些故事 剛剛Mac提及到英國的故事 這樣的話 那位爸爸和媽媽 是認為這個轉世的媽媽 是帶著前一世的記憶 基本上是她們認為是同一個靈魂 甚至是覺得她們寫字的時候 妹妹經常壓著拳頭來寫字 而姐姐很快就學會了 怎樣寫一首很漂亮的字 而當時她們的死了一對姐妹 就是妹妹經常拿著拳頭來寫字 姐姐真的寫字寫得很漂亮 但問題是到了八月大的時候 當你剛剛說到有個科學家 有個教授Stevenson 她訪問她的時候 20歲 她已經大部份忘記了 忘記了 還是她已經完全忘記了 大部份忘記了 再訪問後完全忘記了這件事 為何會這樣 她會不會有個結論 她只是記錄這件事 還有幾神奇 她們都很怕車聲 但她到大後就沒有這件事 就克服了 有些人認為 可能會不會是她爸爸媽媽 太想在這件事 譬如 她叫什麼 益女成狂 未必是成狂 因為她爸爸很相信 她媽媽帶著肚子時 經常跟她媽媽說 這是她們的轉世 潛意識 可能會帶到嬰兒 或者 我們剛才說到 有很多解釋不到的巧合 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令到這件事更加真 更加真 但是我會覺得 因為她們很掛念 她們失去性命的兩個女兒 會不會在那兩個媽女在生時 經常會提及到死去的姐姐 對 可能會有一點潛意識 令到那兩個在世的媽妹 去做一些行為或動作 影射回她們死去的 我覺得也是 經常會提及父母之間 可能會令到她們有少許的記憶 因為她們很巧合的零碎的東西 你湊合在一起 跟她們拍完 這件事真是靈魂轉世 但為何她們會大約不記得 因為通常記得前世的都是小朋友 我知道Mac有另一個故事 準備了給大家 這件上下新聞是很近期的 我還記得15年的新聞 我做資料的時候 這個我以前真的見過 就是一個小朋友叫Luke 她兩歲的時候就跟她媽媽說 她的名字叫Pam 是一個非洲裔的女人 這件事是怎樣開始呢 她們很小的時候 她經常聽到兩歲的小男孩 媽媽經常聽到 她經常在說Pam 或者說我是Pam 因為小朋友有時會有幻想的朋友 她會認為可能是自己幻想出來的 想像的朋友 英文 到了兩歲的時候 開始懂得說話 她就跟她媽媽說 其實我以前就是Pam 我以前就是在一個Chicago的酒店 叫Paston的酒店 因為火燭我跳下去而死了 嗯 而這間酒店在Chicago 而他們這家人是歐哈歐的 一個歐哈歐的兩歲的嬰兒 怎會知道Chicago有一個Paston的酒店 基本上這件事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但是她就這樣跟她說 而她爸爸媽媽真的去查證一下 就是說 真的在Chicago裡面 真的有一間Paston的酒店 在1993年的時候 真的有一場火災 真的有一個女人叫Pam 跳下來死了 這件事是真的 這件事引起很多科學家和傳媒的興趣 有一個科學家就拿了30張黑人女子 即非洲的女子的照片給小朋友選擇 誰是Pam 這個小朋友一選就選了Pam的照片 這個就是Pam 這個小朋友現在大約是 可能是十歲左右 不知道她現在還記不記得 可能會追蹤一下 我去研究一下 這些就是比較西方的故事 但他們在裡面也不會說 有太多的 好像我們東方人 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或者傳說 去解釋怎樣會有前世今生 靈魂轉世 但如果你這樣計一計 1993年那位Pam就過世了 2015年才出生 還是2015年 這件新聞 2015年 但是那個小朋友就兩歲 兩歲 大概Pam用了十多年來 十多年來 十八年後有一條好看 十八年後 十多年後才會輪迴轉世 如果我們輪迴轉世 是正確的 我們不如說一說 東方的民間傳說或說法 對於輪迴或令雲轉世 在我們東方的說法 大家都應該不陌生 就是大家會聽到 我們大家死了之後 就會去地獄 和炎王 有一個生死賊 如果你做得好 可以輪迴做回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轉世做回人 為了不要令你有上一輩子的記憶 他們就叫做黃泉之路 大家都聽到 我送你去黃泉 看古裝片都有 黃泉之路 在黃泉之路上面有一個叫做黃泉河 黃泉河上面有一條 大家都經常聽到的內河橋 內河橋旁邊 就有一個孟婆 相信大家都聽到 但其實孟婆旁邊還有一件事 就叫做三身石 三身石是什麼 就是一個石頭 但記載著一個人的前世和今生 雖然你是前世和今生 你都看得到 但為了不讓你 可以給上一世的東西牽掛 那孟婆就會給一碗 大家都聽過的孟婆湯 給你喝 這個孟婆湯一喝了之後 就會令你忘記上一世發生過的事 然後就像一張白紙 去投胎 去轉世今生 這個孟婆湯 都帶有來頭 原來都要提煉 他有記載過 原來是由七種的味道 即是咸酸苦澀的其他 即是人間的七味 對 但要加一個非常重要的材料 就是他需要一些黃川的河水 黃川的河水 裡面有一些魔法 令到那個靈體 可以忘記了之前那些東西 其實孟婆是怎樣來的 問得非常之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就告訴你 孟婆是哪位 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幽靈 今天我阿Ken 和我的拍檔阿Mac 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下 前世今生 靈魂轉世的一些看法 我們剛剛就說到 奈何喬 我剛才問到你一個問題 孟婆是誰 問得非常之好 孟婆這個角色 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說法 我就說兩個民間的說法 給大家聽一聽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或者說法 就可以留言一下 首先孟婆給大家的感覺 可能是一位 老女人 即是想到她的毛婆 是的 但有些故事會說 其實孟婆自己的名字 她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女士 看到神魂天都忘記了這些東西 哈哈 又不是這樣的 有一個說法就是 孟婆其實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士 她有一位丈夫 先生 她有一位先生 就出去了別處去做事 她就好像望枯石一樣 等她的先生回來 有一天她的先生 就得知她的先生 原來在這個老徒當中 就發生了意外 就過世了 這位孟婆就很傷心 很傷心 然後她就決定去製造了一個叫做亡情水的一個物體 啊 幾乎以非亡情水 就去喝這個亡情水 可以忘記她對她的先生的愛 因為她實在太傷心 她就說這件事 就感動到上天 所以就派了她去地府做一個職位 令到大家可以 有忘記之前的東西 就這樣轉世頭胎 這個是一個比較 叫做 浪漫一點點 浪漫一點點的說法 有另外一個說法 盲婆是新於西漢的朝代 這樣她是一個非常乖巧 和善心的位女士 從小吃素 又讀很多不同的書 然後她有一個特徵 就是她從來不會想起之前的事 和不會去說將來的事 活在當下 對 活在當下 我剛想過她四字成 對 挺有你的風格 然後她會不斷行善 她不會有任何計劃 也不會提到之後 直到她81歲的時候 她就在這個山洞裡去修煉 直到那時候 聽說人還未有盲婆湯 所以她們還會記得前世今生 但因為她們會帶著上一世的業力 或者上一世的記憶 回來投胎轉世 所以令到她們所謂今世 就有很多混亂的情況發生 可能會上一世被人殺了 今世回來後就報仇 類似這些 所以天庭就陰典 盲婆在地獄中有一個猜事 就說OK 因為現在人間大亂 所以我們就陰典你 去做這個職位 用這個盲婆湯 令人不要記起前世 這就有一點神話的感覺 不是那麼有科學 不可能在西漢之前的人會記得前世 這兩個就是神話傳說 但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這個世界 但是真的有盲婆湯這件事 有前世今生這件事 但那些人是可以by pass 不用喝這個盲婆湯 帶著前世的記憶來到今世的話 你會覺得會怎樣 關於你傻的 你覺得你傻的 你不相信 但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這個世界 真的有前世今生 亦有盲婆湯 那些人又可以不喝 帶著之前的記憶過來 我覺得這個世界會很大件事 有幾個因素我會覺得會發生 第一 仇殺事件會增加 因為如果有些人是枉死 前世被殺死 或者冤枉死 有理沒理 你一生一出來就報仇了 又或者 如果我殺了你 我知道你下一世會會偷偷來殺我的 等你未長過的時候 殺了你媽媽 這個東西很邪惡 或者一出生殺了寶寶 很邪惡 第二件事 我覺得會有過分之多的亡年戀 就會有很多上一世的情人做回來 八夜公 等我十八年後 很多小龍女和楊過出來了 還有第三個情況 如果這個前世今生是可行的 亦如果我們有這個 做好事會上天堂 做壞事落地獄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 可能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加邪惡 為甚麼呢 但好人會上天堂 只有壞人留住做壞人的記憶去投胎 如果我是前世的壞人 我今世有多少以前是壞人的 那我便會做好人上天堂 這個也可行 但他還要記得這個方法 除了要記得前世做甚麼之外 還要記得他怎樣上天堂 要記得這個方法 這樣的話就會有更加多人會相信做好事會上天堂 但我剛才在想 就是那個世界這麼大 我未必投回香港 未必投回三藩市 我投回非洲 如果你上一輩子是在亞洲地區 那你和那些結的線緣樂園 都是在亞洲地區的話 那你今世大多數都會去回這個亞洲的地方 Anyway 這些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小小前世更新 小小的靈魂轉世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歡迎留言給我們 這樣我們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